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,今天介绍一部惊悚恐怖片《疑点狐》,故事开始,男友接女主上车,准备去某个景色优美的湖边度假期,路上两个人很是恩爱甜蜜,晚上他们到了小镇上,旁边一个母亲扇了孩子一巴掌,虽然女主心里有点不适,但是也并没有在意。 第二天早上,他们来到了湖边,晒起了日光雨,但是旁边那群小混混,吵吵闹闹的音乐声音大,言语又粗鲁,双方起了争执。 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就是围绕他们展开的故事,两人大老远,来到湖边度假,就是想开开心心的,于是乎就并没有去理那帮孩子。 两人上岸之后发现车不见了,果不其然是那群小混混偷走了车,晚上两人找到了车,男友上前想要索要车子却发生了争执,不小心捅死了对方的狗。 两人又开车疯狂逃跑,跑式没跑掉,车撞到了树叉上,男友被卡到,女主不得不自己逃跑去求救,那群小混混抓到了男友并且动了刀。 这是女主刚好在旁边看到了,不小心惊动了那群小混混,几个混混追赶了过去,男友立马趁机逃脱,两人跑着跑着遇到了,男友伤势太重,估计也活不了多久。 女主将男友藏好,自己便去镇上求助,不幸的是,女主一路颠簸,自己也受伤了。 这时遇到了一个小男孩,没错,小男孩就是叛徒,将小混混又召集了过来。 我想说,女主也太倒霉了,男友的尸体再次让小混混们找到了。 领头的小混混怂恿小男孩烧了他们,女主歇斯底里地叫着不要烧,眼看男友就要烧死了,火已经蔓延到女主身上了,幸运的是绳子断了,女主顺利逃走。 女主为了逃避,不得已躲到了一个垃圾桶里,另一个小男孩走来想要求和,女主反手一波里,插死了小男孩。 另外几个同伴看到了小伙伴的尸体,有点胆怯,想要退出了。 结果其中一个打电话的同伴被领头的拳脚踢打致死,这时女同伴也落荒而逃。 女主逃跑路上遇到一辆车,没想到竟然是领头小混混的哥哥,于是机智地抢了车就开走。 路上遇到那个女同伴,女主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,直接对飞了她,终于来到了镇上,被几个居民救回家。 而这几个成年人好像就是那群混混的家长,这几个家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被警察带走,决定将女主也杀死。 到这里,整个惊悚虐待故事也就结束了。 可能有人认为这部电影讽刺了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的问题,但这剧情根本谈不上真实,还是当作惊悚片看吧。 没想到竟然可以前黑的那个团队词打进 Chancellor! 不可能也会被人寒烦。